幽幽基隆河 郭鹤梅 大江始出 远景滥伤 这是天真未凿的基隆河 洋溢着风吟饱满 清纯可爱的生命气息 也滋养润泽了一切 与它同在的生命 河水继续东流 约十公里至十分寮 这速来已瀑布迟迷 想象中的悬泉瀑布 应是洁净联洞 如一批批奔腾跃跃的白居 对方 这个台湾北端最著名的矿泰聚落 眼见它矿业鼎盛 灯火通宵 烟见它矿圆枯竭人去楼空 而基隆河静静地流入又静静地流出 一切繁华一切互败如幻愿如画 似乎与它全部相干 这个散文它从基隆河的源头一路写 最后到了淡水河出口 像水晶柱一样的写下来 写了有一个对照 瑞芳之间的基隆河的那种清淡 那种美丽 来对照瑞芳之后 基隆河遭受到污染的状况 两相比较之下 提醒台湾去注意到 我们有一场美丽的河流 飞越文学地景 看见台北基隆河之美